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的保险这个东西在这个市场上还真的是蛮多种类的 最普遍的就是人家都是讲医药卡医药卡 可是保险就不只是医药卡 保险还有医药卡 还有我们叫做严重疾病的保障 或者有些人很喜欢用收入替代保障来形容这个东西 然后个人意外保险 人寿很多 然后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储蓄保险 或者是有些人讲买了会赚钱的保险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咯 到底买保险会不会赚钱 如果讲用保险来赚钱的话 这个真的是说不过了 说不过了 其实如果你本身是做保险的 你也是知道你做保险这个行业可能就能赚钱了 你买保险来赚钱 这个还真的是说不过了 除非你觉得你买了 然后你中一场病 然后赚一个三四五百千 这样是赚钱的话 这样我没有话讲了 可是你牺牲的是你的健康来换取那一笔钱 所以这个不叫做赚钱 赚钱是在你健康的时候 你不需要牺牲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安危 来换取钱的话 这样我觉得OK啦 因为赚钱好像我们普通打工做工赚钱 你不需要一定要换上疾病 才可以赚到这笔钱的嘛 你就是用你的时间 你的能力你的经验 为你的公司付出 为你的生意付出 然后你赚钱 那个我们叫赚钱 所以在这里声明 如果你是想要买保险 然后能够赚钱的话 这个说不过啦 其实买保险就是要买对的保险 什么叫做对的保险 保险的本身的 那个原本的那个意义就是保障 所以如果你买的保险 不是属于保障的保险的话 这样就很有可能 你会觉得这份保单好像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帮助啊 就打个比方有些人买了 只是买了 Personal Accident 个人意外保险 然后中cancer 没有得赔 然后你就讲 哇这个保险骗人啊 因为我买保险哦 中cancer没有得赔 哈喽你买的是个人意外吗 不是买严重疾病保单吗 不是买Critical illness保单吗 拿来赔赏呢对不对 所以不一定讲说 你买保险就是没有危险的 要看你买对的保险还是不对的 例如你买一些 savings的保险 它只有live 甚至可能连严重疾病都没有的 因为你加进去的话可能那个 那个 那个保费就会高 就变成吸引不到你了 所以然后你中cancer哦 还是中风 然后不能赔 然后你讲保险骗人 其实严格来讲哦 保险公司啊还是保单 是没有骗你的 只是现在的人会比较OK啦 因为那个醒觉会比较高 买保险之前会去了解多一点 买了保险会看一下保单 到底符不符合自己之前买的 或者是agent所答应下来的东西 以前的叻就只是纯粹相信那个agent 然后去就去买哦 support也好啊 相信也好啊 就变成 呃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个理赔做不出的话 就讲保险骗人咯 另外一个就是 有些讲说哦 还13年14年过后就不用还了的 然后他保你到你八九十岁 嗯 已经没有这个故事讲了啦 已经没有这个故事讲了 如果你是讲二三十年前有人这样子跟你讲的话 你还可以相信一下啦 因为东西还没有这么透明 你还不知道 你不能够在internet check 你不能够问人 因为你跟人家讲到保险 人家就觉得好像好像讲到疾病这样 你很怕啊 讲到保险就很怕 可是现在的社会又不一样啊 现在的就比较比较开通一点哦 哦 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啊 如果你讲说你问你的亲戚啊 还是谁啊 朋友啊 有些人就跟你讲哎呀 不要相信这个保险啊 浪费钱啊 买来没有用啊 可是偏偏在 呃 这个比较黑色幽默一点啊 偏偏在葬礼啊 还是在医院啊 探病的时候啊 还是参加葬礼 人家就会 哎他有买保险吗 他有买保险吗 他有买保险吗 所以我要买 你都讲骗人的吗 所以我要买 哦没有啦 我的朋友讲骗人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亲身经历 然后你分享 OK啦 如果你不是亲身经历的话 我的看法就是 你最好就不要乱乱讲 保险骗人 或者是什么东西骗人 这样子哦 明天就进入42天 也就是多少个礼拜啊 六个礼拜了 所以这六个礼拜 除了你学烹饪啊 煮菜啊 做做运动啊 看看戏啊 NCG以前看过的 现在重新看过一遍都已经看完了 有没有尝试过拿自己的保单出来看一看这样 拿出来看不一定说你一定要买的 不一定你要upgrade的 不一定你要top bug的 我们叫 就是拿出来看是了解一下你现在买了什么东西 要避免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来慌张 所以要翻一翻自己的保单 来看一看 这个我们很多agent都一直跟你讲的啦 这个叫做Policy Review 我要review你的Policy 我要看你的Policy 有什么好看 就是看啊 看你买的保障是什么 顺便跟你解释一下 发现到它不够 然后你要top up 或者是你要upgrade 可是这个东西你自己也是可以做的 不用等到agent啊 还是其他人来找你做啊 你都自己是可以做Policy Review的 就是你拿你的保单出来 如果你看不懂整份是写什么东西的 你就看它前面那个summary咯 通常是那个封面过后的那 三四五面这样吧 看它的summary写什么咯 你的life保多少 人寿保多少 critical illness保多少 然后不同公司 不同保障又不同名字的哦 名字不一样 可是它的内容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这种Policy Review的东西啊 你其实是可以自己做的 你不用等到有一天心血来潮 你接到一个agent的电话 讲说我可以跟你做一个Policy Review吗 查一查你的保单是否够不够啊 适不适合啊 才来开始做 或者是不用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来放张 为什么我的严重疾病才买50千 也就是讲说你患上严重疾病了才赔个50千 不够 然后才要买啊 台词啊 买不到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看着我的直播的话 就帮我share一share这个出去咯 因为今天可能讲一些比较 比较敏感的话题啦 你的agent都不敢跟你讲了 或者是其他agent都不敢跟你讲的东西啦